地方农产业的推动热水箱 包括文旦又蜜香红茶以及咖啡等农产丰富多元 但在面临内需外销双重产销压力之下 众干事黄胜黄以及农会团队 近两年来也都积极的向上争取 推动农产加工教育场域空间的计划 最后获得了农委会3000多万元的经费补助建制 那么今天上午农会时盛大举行了动土典礼 现场是灌溉云集 理事长魏清禾表示 未来推广大楼将会以多功能加工产销服务多元发展 来带动地方的经济产业 热闹古镇及武师表演喜气又热闹 接着农会三巨头与农委会竹蜜范美玲 补导处副处长陈宜任 农粮署花莲农改厂与台东查改厂 县政府农业处以及地方所会首长 营造厂商等长官贵宾共同持金产动土 瑞士乡农会农业推广交予中心大楼也正式展开新建 第三场施工顺利 这都是符合我们要的重点 我们认识加工厂 我们这个地方是工业用地 所以我们是非常合华的 在这里应该要跟各位说一个人 将来做出来之后 包括也要我们推广中心围在这里 那我们也希望说地方的人事 地方的需要都可以来这边使用我们这个区块 我们期望在这个加工厂成立之后 在未来我们可以协助农友 把这个文旦的这个刺激果的部分 把它处理完成 让我们的这个优质的果品 可以行销到市场上去 让农友卖的更好的一个价格 那刺激果的部分就交给农会来处理 农会会一定会当我们这个农友的靠山 让我们整个文旦的产业能够朝更进步 更正向的一个方向来进行 日志向农会农业推广教育中心顺利动土 未来朝向多功能多元化的农产加工等服务来发展之外 对于后续农产加工品冷链技术设施设备等 农委会主委范美玲乐观表示 也将同步跟进推动建制 除了这个加工厂以外 未来在冷链的部分 只要农会提出计划 农委会一定支持 再次的感谢大家 那我们继续 我们未来我们这个多功能中心 可以照顾更多的农友 热水箱产业多元丰富 在农业教育与推广的同时 中央与地方也借此共同推展地方农产业 现政府与地方所会也都乐见 其成高度肯定与感谢 今天这边就是属于同志院 就是准备发展一个就是给外地来这边游客 做一个中继站 来这边就是什么都找得到 就是那个时候就跟卫总讨论过了 就未来就那已经功成深秋了 今天就是到他要重新要改头要出户的时候 那现在这个推广中心出来以后 我想在李治长讲 未来的发展可以更多元 我想这个对我们全国这不但最多的一个乡村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想文年要改善 应该最后要还有一个冷链的设备 你要做工工一定要有一个冷链的设备 这个是非常重要 赤资3000多万元经费动土建制的瑞瑟湘农会 农业农产推广教育中心 为两层楼每一层200平的建筑空间场域 主要是以地方农产业教育推广 与农产品机货加工厂为主 中官司黄胜黄表示 预计将在明年2023年6月份完工启用 记者11月蓝瑞瑟采访报导